大家好 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 一连讲了两集不同的领导人和前领导人在北戴河会的发言 这个发言到底是真还是假 我在这里留待给听众自己判断 我个人认为是有超过90%比应该是假的 但是这些文章之所以能在大陆疯传 原因是他里面所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民意 就是大陆的老百姓希望这帮人能够讲出这些话 所以这也是反映了那个人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印象和形象是什么 这一节要跟大家讲一下整个版本最重要的 就是习近平的自白和自辩 又或者是类似于下诏罪己 出来认错 当然还有宋平和胡锦涛的口述由秘书打印之后念出来 那为什么是宋平和胡锦涛 原因是胡锦涛当过总书记 现在还在世的前最高领导人就是胡锦涛 而宋平是年纪最大的元老 因为他今年已经107岁 先讲一下宋平的发言 他说 近平同志在政治 经济和外交上都出现了严重的决策性失误 为党和国家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损失 应该做出深刻的检讨 鉴于近平同志的精神身体状况 特别是这十几年的政绩 他不是以以党的核心来宣传和主持工作 要在适当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退出中央领导岗位 要以党内民主方式物色和培养下一届中央最高领导人 第二 国务院工作由李强负责 这个制度不能够改变 第三 中央军事工作不能够以备战为中心 应该以保卫与和平为目标 其实就这样看宋平 还有刚才一系列的元老所说的话 就好像当年斗华国锋一样 其实当年斗华国锋的时候也是这样 他们召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 然后在会议上轮流出来批评华国锋 当时有李仙涅 博一波 王震 陈云 彭真 还有赵紫阳 胡耀邦等人也有对华国锋做出批评 最后 逼得华国锋 唯有辞职 但是华国锋被逼供 其实在1978年到1979年就已经开始 当时对他的批评越来越重 最后 华国锋到了1981年才正式辞职 足足拖了三年 所以这件事是真还是假 我不敢完全否定 暂时来说有一点点是真的 暂时来说都好像很假 但是不要紧 我们再观察久一点 因为当中有合理的存在性 再来看看胡锦涛的意见 他说 近平同志在大政国策上的用意是好的 但是出现的问题也很严重 个人崇拜的宣传也很严重 联合俄国和中东国家而出现的战争严重不利于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不利于经济开放建设 选人用人 缺少了五胡四海精神 希望近平同志通过检讨改正 同时希望近平同志不要搞终身制 个人极权和终身制对党和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 其实在习近平连任的时候有没有人阻止他 我认为应该有 但是阻止不了 之后是轮到习近平检讨 整篇文章最重要的就是这里 来看看他如何检讨 会不会像当年的华国锋那样 他的检讨主要有三点 一是个人宣传和崇拜 他接受批评 并承治改正 尽管不是本人亲自布置的宣传 但是没有严厉压制这种不好的风气 本人承担责任 这分明就是甩锅 意思就是不关我的事 只是人家在吹捧我 但是我也有责任 我不应该让他们继续吹 又表示不再强调维护自己党内核心的地位 不再大量印制个人宣传的图书 第二大国外交上出现严重失误 上部封顶式支持俄罗斯对乌战争 导致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将我国列为公敌 在军事与经济上进行围堵 后果严重 直接影响我国对外开放 也严重影响经济发展 还有台海问题和周边国家关系紧张 激化了矛盾 本人承担一定的责任 战狼外交必须停止 其实习近平又怎么会这样子说话 怎么会说战狼外交 插一段广告时间 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还没安装VPN的观众 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 多谢 第三 过于重视国营企业 而漠视民营经营 拍脑袋决定过多 直接干预了国务院和其他部门的工作 导致出现很多烂尾工程 雄安项目 一带一路等项目 我在决策和控制上也有严重的失误 还有就是各位老领导批评的 用人过于重视自己熟知的同志 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太多 对老领导的各种行动管理太严了 对老领导的意见缺少了反馈等等 我都要深刻反省 本人表示绝不恋战 本届任期期满后正式退休 未来三年 物色新一代领导人 并保证通过党内民主方式选拔 这些话到底是不是真的 光是看习近平的这一段 我就觉得非常假 首先是他不会这样子说话 更不会这样子认错 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子认错 他肯定很快就会成为一个虚伪元首 我之前曾经分析过 他有可能会像华国锋一样 表面上好像没事 但是倒在的经济一定会被逗倒 华国锋当时也是因为这样 他的两个凡事 被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斗得很惨 之后再加上一篇文章 就是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几乎一炮把他打死 所以他有可能最终会好像华国锋一样下场 现在慢慢被人架空了 让总理继续干总理该干的事 你只需要在国家做一下熊猫就可以了 就是当代言人 又或者是当精神领袖 或者是吉祥物 有外宾来你就出来吃一下饭 其他的事你最好不要管了 否则真的会害人不浅 那到底会不会用这个方式继续走下去 会不会在北戴河真的有一场很重要的会议 只不过是我们不知道 又或者是写这天文章的人约莫听到了一些消息 然后用他自己的方式写了出来 因为里面很多内空说穿了 其实就是一种民间的看法 或者说是民意 他把整个民意写下去 让人看了之后 就会觉得 为什么完全跟现在的民意一模一样 所以我认为当中有一些不太可信 当然 我一直都在告诉大家 我为什么要做那么多这一类的节目 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现在的民意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大陆的民意 中共其实是很介意这一类的传谣 因为这些东西 译传的太厉害 这个体制就会受不了 当所有人都相信这些所谓的谣言的时候 就没有人会相信中共 多年以来中共是靠两样法宝来统治这个国家 就是谎言加暴力 当谎言又一次被无情揭穿 暴力就会出手 但是当暴力想动手的时候 他们也要考虑一下 当全国的人都是这样想的时候 你有没有办法同时对全国的人民施加暴力 白纸革命出现了之后 他们之所以会结束清零 就是因为他们很清楚 他们不可能同时对所有人进行暴力 哪怕是谎言也是一样 你不可能在所有的人面前讲一个谎言 而不被揭穿 这个也是我们最近不断多那么多关于中南海的消息的原因 因为我们要反映一下现在大陆的现实 这绝对是现在很多内地人普遍的看法 当然 讲这些东西一定有人会出来质疑 其实我自己也会质疑 我也不是完全相信里面所说的东西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